高峰會友 以為攀登牛市高峰過程中 會聚志同道合好友 共同測局破解股市謎題 借助香港製造的平台 會聚各界專業投資專家前來互動交流 分享心得 既能幫助觀眾於牛市重臨前提前部署 制性善機 主持人Alan Wallace 各位又來到一個星期一次的高峰會友節目 一看到這個畫面 就知道萬眾期待的嘉賓終於回來了 為何說萬眾期待呢 因為我們經常會統計一下 高峰會友播出之後 放上youtube其實也會有Hit Rate 應該有Real Rate 統計了這麼多次的節目 稍為高的那些都會有特性 就是銀值平均稍為高的那些 收市的數量也是稍為高的 另一方面就是本台的台 本台的高層都問了我不下數次了 究竟這位嘉賓何時會重回 何時會再回來 好 今天終於請了這位嘉賓回來 Vicky 多謝 好了 介紹完嘉賓 我們回到今天的主題了 大家都有留意 就是最近港股市場上升得很厲害 很大聲 但是升得來就有些偏的 不是雞犬升天的那種升法 偏向哪一邊呢 就是偏向一些高息 和資產類偏重的股票 為何會有這件事呢 這件事其實我們上個星期都有提過 近來大家炒的篇路都是有些類的 原因就是近來大家都在吹的一件事 就是日本央行下個星期就有意識了 究竟這次的意識 大家一直在衝勁著一件事 就是會不會搞直升機派錢呢 這件事就來來回回 最新的消息就是剛才Ricky說 是4年半的時候 是4年半的時候 有最新的消息就是 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 有出來說話 就是日本是不會做直升機派錢的 暫時不需要 暫時不需要做直升機派錢的 那直升機派錢就不 就是暫時不需要做 但是量化寬鬆 就是QE規模 究竟會不會加大呢 又是另一回事 究竟市場一來是衝勁根據 直升機派錢 就是無限引錢派出去 還是加大QE規模 這兩件事就是有什麼誤 有什麼分別 或者對於我們後市的看法 會有什麼啟示呢 今早也有新聞 今早說日本有機會 加大刺激政策 去到20萬億 那也算是其中一則新聞 因為兩方面 一方面你的央行要印錢出來 去買國債 去派錢 第二方面 你也要預計有個預算 你大概 地方財政 你要用多少 在一個 起鐵路也好 基建投資 或者其他 民生福利項目也好 你要花那筆錢出去 今天最新傳的是20萬億 今早跟Alan King 都說 原本市場預計是十萬億 至十幾萬億的一個水平 不同的報紙 或者不同的媒體 有不同的預計 現在越催越大 今早日到107.4 107.5 也說在今早晚 也見過 因為今早上那單新聞 而收視過後 另外糖 les又說 這個賣場 所以瑞英如快就會發聲 從107點多下降到106 但經常傳聞 但其實看著這些傳聞 我覺得是沒有甚麼用 開頭那時 譬如說炒法,上星期初你留意到一宗新聞 覺得鍵是日本,是可以的,頭幾天都可以的 就是看著日本來做 你覺得接下來幾個星期大家都會看著日本央行 看看他放了多少錢出來 那時候就有一點領先作用 但到現在,誰都知道 一定是看月底29日日本央行的意識 他會有什麼動作 或者下個月會不會提上,要立例去給日本央行直接購買國債 那個叫做直升印錢等等 其實已經沒有任何領先指定了 變成你看到日圓107,行指尾夾開 你對回來,行指尾對回去,沒什麼用 反而我們現在要想,就是看到香港股市的勢 剛才Alan說高息股收入穩定的 或者你肯派特別息的個別公司 或者錢多的起碼 你的自由貸款是正確的 是的,現在甚至下一步你不一定高息 甚至好像中移動一樣 我們的兒子中移動 他只是說他手台現金很多 你憧憬他派出來 或者他的自由貸款的利益 已經是足夠高 那些人都會接受的 不一定要派出來 至少有個憧憬會加特別息 是的,這件事越來越寬鬆 那些人看得不需要看得那麼嚴謹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你如果只是猜日本人不人錢 或者是否值不值升級派錢 就不夠的 那你既然很多浪昏進來香港 是買了這堆東西的 我相信他不只是 按一個預期說會值升級派錢 因為如果萬一這個預期不成真的話 那他會怎樣交代呢 因為他們那些分析員是基於已知的事實 去做評判你究竟是否應該買的 尤其是浪昏的研究員 所以我反而覺得他們在討論 就算這次不引又如何呢 就是你環球央行在做一件事 就是保持著印錢去救經濟 那你如果今次再多印20萬億的話 那即是當日本加大買債 由80萬億去到100萬億 那你如果救不了呢 反而其實我有一個觀察 就是其實現在的市 尤其是去到今星期三 今星期四 覺得香港的市場是有些偶爾購買的 其實是作為基金 你不買你就會跑輸 所以其實你是逼著一定要買的 尤其是開始見到一些落後股票 可能銷售一兩句 可能更新一點 很多基金會跟著去買 其實大家有開始的基金 會怕自己跑輸 而衝進去買 但這件事反而是危險的 因為現在可能今早先說20萬億 接著去到4點半鐘的時候 哈田東現人說可能不會直升機派錢 其實由這個2萬點升到現在2萬2千點 其實中間是price 了很多防水的期望 反而是有些擔心就是 萬一真的不放的時候 之前forse buying那些基金 或者信心比較弱的資金 他們會怎樣去做 之後怎樣去反應 如果那個放水 或者是QE是差過預期的話 我想如果你說下個禮拜的話 我想市場就未必需要等到 星期四 究竟放還是不放 因為始終大家有一個擔心就是 萬一他不放 那萬一他不放的時候 其實大家也知道 就是這一輪炒上去的 其實很多的時間都會走的 所以其實我預計 下禮拜頭開始 可能很多之前 可能積了重貨的基金 已經開始先行撤退 但曾經提到那件事是對的 我也同意就是 其實大家也覺得 甚至今次日本不放水 就是不要說他不做這個責任派錢 就算他不擴大賣債規模也好 就是照80萬億或者負利率不變 也好 其實現在大家都有一個憧憬 就是就算日本不做 可能輪到歐洲做就做 那歐洲不做 可能輪到英國做 英國不做 那你轉到中國 其實你怎樣都需要做的 你不做的話 這個經濟怎麼辦 你如果不做的話 經濟也慢慢好 當然有事都沒有 大家現在已經 全世界去到一個地步 就是你不印錢出來 你不印錢出來買債 那些債是沒有人買的 你不印錢出來花的話 是不知道去哪裡找錢回來花 所以就是慢慢去 就是推向一個 我想有一個比例就是很真的 大家知道 那些錢一直印下去 買債規模一路加大 央行一路量化寬鬆 其實必死 就是推到最最後一定會爆 就是只是把bubble 谷到幾大 才會爆 就是有一點像玩一些遊戲節目 就是塞個氣球 又被你衣服 然後又被泵 就是泵 那到底哪個位置才會爆呢 其實你每一個位置的人都很害怕的 所以有些什麼衣動的時候 其實未必需要真的刺爆你的球 才會喊的 就是有些什麼衣動的時候 你刺爆就很害怕 怕他會喊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市場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有很多危機感 就是有很多震動 但是究竟什麼時候爆呢 這件事是沒有人知道的 我們唯一知道的就是趨勢不斷走 這件事似乎就是不變的 所以甚至下個星期 無論去放水也好 或者不放水也好 或者放水前 大家已經走定先也好 但是大家這個 就是 中期的大方向一變 是的 就是說 那些錢會越來越多 然後貨幣增相貶值 然後資產價格慢慢上漲 就是這件事似乎中期的走勢 看不到有一個很大改變的跡象 或者各國央行 或者各國的政府 或者也都沒有人 就是提供到一個 就是我除了印錢之外 或者我繼續量寬之外 有什麼其他方法是有出路的 就是暫時未見到一個 就是教委 有的 合理這些說法 Pokemon Go Pokemon Go Pokemon Go 舊世間 因為暫時你唯一看到一些新的東西 一向一個星市 你最重要是有些領頭羊 你希望那件事是新的 會製造一些新的需求出來 其實Pokemon Go 有些東西帶動到的 你開頭是軟件 慢慢會帶動硬件 就是硬件也要調配到適合 真的可以發揮到你 AR的用途 所以你看到有些手機股 鏡頭股 有些手機股 都開支走強的 因為某程度上是合理的 你始終是有些新的 帶動新需求 但是如果撇除了這個新需求不說的話 你原底那些 你香港整個市場的第一件事就是 炒必需品 資產 收息股 來來去都是這樣的 你很難去轉變 除非你世界找到新速路 你世界找不到新速路 甚至有某個國家 最近在說土耳其 土耳其在說匯率在貶值 然後債券跌 有東西爆發 現在不是歐盟 如果沒有足夠 如果真的引致到歐洲其他國家 又出事又違約又盛 那你不就是靠引錢去搞 現在好像全世界只有一招 所以一方或另一方 都是這條路走下去了 所以我覺得 來香港買很多 你看到941這樣買上去 你看到香港地產股這樣買上去 不像是對沖基金 在炒一波短的 然後散水 一定有長線基金是部署了的 長線基金做的 它收貨也要幾個月了 他們看的時間是比較長遠的 願意坐的 他們看到結果 你今次印多少都沒問題 你今次印少了 你下次印多了 因為你沒有解決方案 所以我反而傾向覺得 都是留意一下 兩邊的 一邊就是 如果今次不放水 世界真的自動的好起來 可能性很低 可能只有10% 20%好起來 那買什麼股 可能去到資源股 就是周期性比較強的股份 如果 最大腦的想法 繼續印 而世界沒有其他東西增長 那繼續資產 繼續收息股 這個可能性佔了6至7成 你先說 你先說 我剛才跟Wallace說的一件事 因為我之前跟Wallace和Alan也有談過 其實當我們是基金 我們要做一個資產 去買一些股票的時候 其實我們真的買不下手 因為很多股票的基金是見到差的 就算你說S&P S&P第二季度 其實整體的利潤 Eonlea都是下跌的 但S&P自己是破頂的 其實純粹是一個資產的流氓 升上去 而不是因為有基金好轉 所以剛才陳爺說的 Pokemon 這些新的概念 暫時在香港市場是找不到的 所以變成逼了LongFi也好 Hedge Fund也好 他們要追求一些大肌肉大齒輪 就是高息、高腰 或者是一些資產重的東西 是因為根本 你要一個Fundman 他當作一個基金 你要S&P去買不同 例如中資的股 資源股也好 工業股、汽車股 汽車股也好一點 或者是零售股 一些能源股等等 其實你真的叫它做S&P去買不下手 因為你看到所有東西 其實都是在說倒退 你買下去 分分鐘它會出刑警 但近來有很多型起股 是 為甚麼呢 但又不算 型起股其實就要集中在一些 叫做轉圈 就好像一些投用品股 有轉圈 然後汽車股 因為出了一個政策 所以有轉圈 還有是 賣資產很多 賣資產 還有其實你有發覺 近來很多出到型起的股票 其實它不是增長加速了 其實它是轉圈 正常所說的就是它由虧變賺 分別只是 中回 中回的2Q 所謂的賺 其實純粹是一個 Disposal Game 或者就算好像風電股也好 有9500出了一個型起 但其實它之後都已經跌穿了一個型起 之前的價錢 因為其實 就算你有型起也好 投資者都會看到 在接下來的下半年 其實業績也不會好 又或者好像最新的那隻 華人置業 它因為沽了一棟大廈 給3333 就是這個恆大 還有Disposal Game 那那個Disposal Game 再派特別息 反而現在那些人 好息的程度是很高的 所以只要有特別息就夠了 是的 還有我發現近來那些人 好息的程度是不理性的 而你剛才說的華人置業 唯一一句議題 例如它派的特別息是每股派兩元 但是這個消息公佈了之後 它的股價升了五元 所以你算一下那三元是怎樣來的呢 甚至只要有報告說 你的公司之前賣了資產 而你會把那個錢派出來 就算是分三連派也好 分三連派你永遠派 你不會一直變成持續派息的利息 但是那些人都照接受的 都是覺得你分三連派 就是那三連的高息 是的 只要你分三連派 你肯先派 現在甚至炒到有些 就是它的公司賣了一塊東西出去 但是它還未說 究竟收回來的那塊錢 要你做什麼 其實它還未說是派還是不派的 只是大家在衷敬究竟是會派 或者堅持它 就說你有夠錢 那你不派也沒什麼要做的了 現在的確對於很多公司來說 都是類似的情況 就是真的沒有什麼可以投資 就是你有個計劃 你除了要來買資產之外 你不一是 不一是 不一是 就直接派到股東 這也是之前幾年 在美股出現的情況 就是美股其實有很多公司 它的每股利潤不停地上升 但是實際上它不是整體賣率上升了 就是它只是不停地用一些貨幣 去做一個share buyback 所以導致每股的EPS 是不停地上升的 所以至於美國印錢 就是09年QE到現在 其實整個市場是升得不錯的 這件事有沒有可能在香港出現呢 暫時不能猜測 因為似乎香港的公司的性格 是有少許分別的 尤其是一些在香港上市得久的公司 但是大家知道 就是他們老闆性格 就是喜歡把錢留在公司裏面 就多於派出去的 所以看那間公司 也要看看它是否容易派出來 大家的股東分享 所以我反而覺得短期來說 比較重要的是大家去想 現在G20是週末 有G20 可能G20財長開會 有些關於央行的政策 可能會透露出來的 這是第一 接著月底 就有日本央行 有美國央行的議席 好了 其實我們去估計發生的事情 是沒有用的 反而要做就像剛才所說 你覺得有百分之幾多的可能性 四有六七成的可能性 應該會加大量寬 會印錢 然後我們估計後續的市場 會怎樣反應 譬如我覺得最大可能性 有六成以上 應該會加大賣債 應該會加大賣債 這個我覺得可能性是最高的 它不加 可能有一成機會 會不加 可能兩至三成機會 會遇到市場的期望 它會做一些很厲害的事情 你猜它加 80加到100 轉到可能80加到120 你當有三成機會 那你就畫一棵樹出來,六成機會,三成機會,一成機會 如果這是六成機會的情況,那其實市場價錢了 即是你已經價錢了,它會加的 即是日圓是由最低105,100升到107 那我們應該怎樣部署 如果是加大的話,我們應該怎樣部署 所以應該是做這些 我們詳細怎樣部署,下一節回來再跟大家慢慢分析 下一節見 今天就教大家一個筍字 香港人對筍字情有獨鍾 好像筍盤、筍野、超筍價那樣 想不到日本、台灣都是這麼喜歡這個筍字 他們近年還情迷綠足筍 貪這個綠色食材、清甜爽脆 和食法千變萬化 例如有冷筍沙律、綠竹筍炒肉絲、鹹蛋炒綠竹筍 說到筍野又怎能少得 晉升這次為大家帶來超筍的台灣特邱級去學綠竹筍呢 台灣直送真空包裝即開即食 想知道晉升綠竹筍到底有多筍? 快點上來MIHK網店訂購啦 青春筍 Efendimiz奔 蘑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